车小曾是王涵的旧案 28岁闪婚山西富豪 36岁在此帮帮上添加富豪 提到车小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 曾经与29岁山西富豪李兆惠的婚礼 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年车小嫁给山西富豪的时候 婚礼是震惊娱乐圈内外 让人想象不到的好 仅身份显赫的人就来了三千多个 云青的豪华车辆有两百多辆 婚礼花费了五千万 场面堪比婚礼 但是就在两年之后 两人结束了婚姻 李兆惠是当时山西最年轻的首富 也是个传奇人物 李兆惠继承了父亲的海星钢铁集团 在巨大的压力下重振富业 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成为富豪榜上最年轻的富豪 当时李兆惠对车小可谓是一见钟情 之后就开始梦烈地追求 最终和车小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后车小很少拍摄东西 本以为可以在家做好门太太就可以 时之两年后就离婚了 车小当时也拿到了三亿的分手费 这让车小一下上了热搜 关于离婚的谣言 也是花样百出 有人说南方出轨 有人说南方破产了 但都没有任何的依据 而后媒体采访问 为什么会离婚的时候 刚开始车小闭口不谈 后来在采访中说 我能说那个婚姻吧 可能会有更好的方向 我觉得更多的责任在于我 两人性格不合 现在还是朋友 而昂贵的分手费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车小也说没征分手费 还在微博上控诉三亿分手费 小编想发财 想疯了吧 并且表示自己的态度 对方的家产 是辛辛苦苦打价的江山 我不要 车小还称 走到最后 我们唯一剩下的就是回忆 如果现在还要吃罗罗争执药 我觉得之前的都没有意义了 我不是那样的人 但无论分手费用真假 这件事情对车小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都没有人敢追他了 车小1982年出生 自由出生在一个演艺家庭 父亲是话剧团演员 作家 是西游戏中金角大王的扮演者 还是一名配音演员 母亲王丽云是国家一级演员 经常在电视局中饰演婆婆和妈妈 可以说车小有这不小的娱乐圈背景 他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之后参演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但都没有这么大火 直到2009年的时候 凭借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 饰演《性冷淡女一角》 给外界留下了 不时人间烟火高冷形象 获得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配角 第19届金基百花电影节 最佳女配角提名 一次 一年一次 您要是同意了 咱们再接着往下接触 我不同意 我明白你丈夫为什么不回家了 车小的优秀条件 加上精湛的演技 车小很快就在圈里受到了关注 被人称为完美恋人 车小之后出演了很多的局 让他迅速出圈 可以说 车小算得上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出道至今 很少炒作 也很少有他的八卦新闻 但就是一场婚姻打破了很多人 心中的样子 让他从女神形象 变成了为了钱的物质女人 离婚后 面对舆论的压力 车小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慢慢地出来拍戏了 在感情方面 空了很久的车小 还被传出 引婚小鲜肉 但最后 也没有得到证实 小鲜肉有点瞎说 在之前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车小和邓超 也是被大家看好了一对 那时的邓超是个帅小伙 车小 也年轻貌美 在当时 邓超是他的粉丝 仰慕了车小五年 邓超在当时 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欣赏 直言 他是最在乎的人 说有机会能合作 后来在命运单牌下 第一次合作 两人就成为了 很好的朋友 在拍戏的时候 邓超不像是一个同事 更像是一个 崇拜偶像的粉丝 两人相处得很融洽 车小的妈妈 也在采访中提到过 邓超做女婿 完全没问题 但因为两人 都没有捅破窗户值 邓超和车小 也没有在一起 两人只是合作关系 并没有进步的发展 电视剧杀青之后 两人还是会有联系 但是邓超还是不说 两人一直是好朋友的身份交往着 据说车小也曾和 湖南台主持人汪涵在一起过 两人合作的时候 车小是汪涵的女友 两人约会的画面被拍到 当邓超和车小 第二次合作的时候 邓超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 车小和汪涵在当时 被很多人称之为 郎餐女貌 圈内人说他们很配 一个有才华 一个有演技 有实力 邓超才反应过来 因为当初的犹豫 车小已经成为了 别人的女友 曾一度懊悔不已 邓超和车小终究错过了 然而车小和汪涵 这段恋情 没有维持多久 两人就分手了 最后 没有秀成正果 原因是感情不合 之后邓超已经和孙力在一起了 邓超和孙力在一起 很是幸福 不难看出 邓超眼里 只有娘娘一人 同时也严重了 有缘无分的一句话 邓超之后 也没有了那样 向车小示好的剧情 反而刻意地 与他保持了距离 随着时间的退移 人们慢慢地遗忘了 汪涵现在过得很好 湖南谈了大哥 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生活过得很美满 如今 36岁的车小 依旧延持很高 魅力无限 但就在前不久 车小被碰到与某神秘富豪 广街购物 两人还去了花店 全称甜蜜 感情很好 一路牵手热疗 过马路的时候 南方一手抱着鲜花 一手牵着车小 十指紧口 一刻都没有分开 之后便相跟着一同回到小区 直到第二天 车小与该男子一同骑车离开 天黑才返回小区 二人租住的房价 每平民15万元 而且据爆料 南方是一位身家不菲的富商 比车小大很多 消息一出 网友议论纷纷 很多人也送上了束缚 也有人说 两人早就结婚了 是隐婚 具体是什么情况 还不清楚 如今车小在演了好先生后 让人再度关注 凭着自己精湛的脸级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最近有一个女性角色 备受争议 但又很让人着迷 亲爱的自己中的王子如 车小在里面干脸的角色 沙发果断 游勇有谋 在爱的人面前放下身段 这一个形象 让人耳目一星 还和朱一龙搭上 演一姐弟恋 这部电视剧 让车小更加了出圈 也得到了 很多观众的喜爱 他自己说 作为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是观察生活 从中积累经验 然后表演释放 期待着车小的下部剧作 幸福里的故事 也期待他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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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